好 这是在今天接近中午 张宾工业区一间金属架工厂 发生大火 火势相当猛烈 锦销到场时已经全面燃烧 尤其在风势助长下 浓烟窜天 消防队员在工厂正门 正准备要部署泡沫水线 不过浓烟火势随着强风往前吹 指挥官也赶紧大喊 后退 后退 往后退 后面 后面 往后退 后面 实在是担心着工厂烈焰 危及消防员的安全 几名消防队员赶紧后撤 到安全处再继续拉泡沫水线 管救 张瓦县消防局接获通报 派出了陆港福星 陆明等分队 一共37名的消防队员 17辆消防车赶到现场 而在抢救过程中 工厂的负责人受到轻伤 自行脱困 然后我们布泡沫水线 布控制灭火 然后实施周界防护 负责人说今天周日 厂内没有其他工作人员 里面有木材等易燃物 负责人说他看到了机台起火 因此先行逃生 索性火势在中午12点多 获得控制 而起火原因还要后续调查理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